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过的 划过的那些闪闪发光的明星 不论他们参加过几次春晚 现在他们消失于春晚舞台 他们留下的作品却成了经典的艺术 进入了永恒 所以我们在回忆这些经典作品和这些著名的艺术家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是在回忆自己的过往 回忆自己的青春 从自己的生活的素材库里面把它们调取出来 每一个人留给我们的印象 那都是和我们实际生活相联系的 今天我们说说游本昌 外号活技工 八五版的技工的扮演者游本昌大器晚成 他40岁之前 50岁之前都是一般的小演员 但是50岁的时候 游本昌老师上了第二届春晚 当时表演了雅剧 淋浴 淋浴是个什么样子 这是非常需要功力的 表演个洗澡 没台词 无时无台词叫你表演洗澡 你说这东西 这怎么洗啊 撩撩水 然后搓搓澡 然后搓搓脚 游本昌老师 再现了他作为一个话剧舞台上演员 他那种深厚的功力 唯妙唯小 不足以形容他表演的那种精彩 整个长度只有四分钟 但是呢 凭借着精湛的演技 鸣声大噪 哇 那掌声那个热烈 不但是他演的好 不但是春晚舞台呢 他传播的范围特别广 更重要的是这种形式 以前我们没怎么见过 特别是观众 观众没什么机会看雅剧表演 一句话不说 新鲜哪 刚健啊 现在你表演雅剧 现在很少演雅剧 汪景宇老师那个雅剧 那吃鸡 那鸡能吃到那种夸张的程度 想起来都笑 但是游本昌演的更早 游本昌他第二届春晚上 他后来呢 这个季工的这个导演 就是因为在春晚上 看了游本昌这个表演之后 当时要拍季工嘛 咸儿婆 毛儿婆 身上的家沙婆 你笑我 他笑我 一把善儿婆 季工和尚应该什么样 季工和尚应该什么样 应该像布袋和尚那样 应该轻瘦 应该滑稽 应该幽默 他又不能贫嘴 不能贫嘴 话不能很多 而且季工和尚应该有一把年纪啊 想起来导演 一拍桌子 就是他了 游本昌就进入了导演的这个视野 然后呢 拍板要他演季工 结果呢 游本昌就演了八集 演了八集 季工 从此就走入中国人民的视觉 视觉这个图库 原来季工就应该这样 游本昌老师就是季工在线 一集片酬多少钱 120块钱 昨天晚上和那个舒老师一起吃饭 说他们演烈火金刚的时候 那葛优他们都在里面 深军一大演员 烈火金刚拍电视剧 我就记得那个舒老师在里面演那个日本的日本鬼子 太军强奸小风那场戏 演两集200块钱 所以说到当时那些演员 他们呢 当时有个原则 就是说无论什么演员 他的报酬是一样的 200块钱 那是1992年 游本昌演了八集 八集呢 每一集的片酬120块钱 你看 所以说和舒老师说的差不多嘛 差不多 现在 我问舒老师 我说现在你看人家那个一一一一几几万 几几几几几几几千万 你什么感觉啊 舒老师说 他不像话 这没有道理 然后他就隶属的演一圈里面黑幕 大过年的我不跟你说黑幕了 找机会专门跟你再讲 后来游本昌老师就自己导演了游先生 游先生 哑然一笑 王尔一笑 那是女人 哑然一笑 这里面有无限之妙趣 非常之微妙 又演了了凡的故事 游本昌老师后来呢 别人都笑的傻 你笑我 他笑我 所有的钱都招进完了 别人说你为什么要把钱都招进 你不适合干这个 你演戏就完了 为什么你自己要去导演 要自己干这种事啊 赔了吧 演砸了吧 而且这之前呀 游本昌老师上海好多人跟他说 说你这事你不行 你要赔钱 商业推广什么 跟他讲了很多这里面的道理 另一个行当 他说我知道要赔钱 我也知道呢 对我这收入来说 赔光了所有的家产 我要表达的是艺术 我心中美好的艺术 艺术家呀 非常重要的标志 就是他天真 像孩子一样天真 他不计代价 没有前后演 他不是事快 不是商人 他不是为了赚钱 当然能赚钱很好啊 但是当有的艺术家 也不包括艺术家 后来堕落为商人的时候 这些人统统遭人不齿 因此后来在互联网上 一个一个弄的名声 不早招的灰头土脸的 就是因为他们把钱看得太重了 但是现实艺术没赚到钱 甚至被别人说的傻的 这像游本昌老师这样的艺术家 大家对他们尊敬的 不但是因为他们在春晚上 给我们奉献了这样的生动的形象 不但是因为他在舞台上 在电视剧里面给我们塑造了 神话故事里面的这种形象 也是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 给我们做了榜样 我们再说一个六小灵童 六小灵童喜欢写字 相当好啊 04年的时候是猴年 童年记忆的熟悉的美猴王 宋悟空 哪个孩子不喜欢宋悟空啊 我那时候在乡下 我就会耍金咕噜棒 当时我们那个农场是老改农场 老改农场舞台上有很多犯人 我对京剧的最早的启蒙 就是那些犯人表演 我们那犯人里边 就从日本战犯 然后到国民党的特务 国民党的县党部的 甚至蒋介石的素纪员 梁瑞都在我们那里边 那些人很多人会演戏 不断会唱文戏啊 而且呢唱舞戏 孙悟空 开山救母 文戏咱听不懂 我老听他们唱了半天 咿呀呀不出来 脚步抬起来 那么厚的白底靴 然后咱不出来 但是孙悟空一出来 我们就很高兴啊 我八岁的时候 我就记得孙悟空的形象 六小灵童 后来表演的孙悟空 既有的戏曲的底色 还有电视剧的那种光彩 孙悟空登台闹春 在春晚上吹一根毛 然后一片这个小孙猴子出来了 西游记的主题曲 响起那一刻 春晚现场和电视剧接近观众 哈哈大笑 然后湿了眼睛 你挑着答案 我和牵着马 六小灵童 转眼多少年过去了 十多年过去了 2016年春晚 很多人都在幻想着 盼望着 六小灵童能够出来 没等到 六小灵童没出来 六小灵童他姓张 叫张金来 比我小三岁 浙江人他本来是戏剧演员 但是后来演这个影视 后来上春晚 那不得了了 他的第一部电影 1981年 阿克正传后来演古装戏 西游记 然后大家就记住这么一个人 最高成就是精英奖 最佳男主角奖 不得了 到现在为止 还是孙悟空是他的最成功的角色 春晚是他最华彩的乐章 最精彩的亮相 03年他一定要干一件事 联成爵里面饰演的 演反派人物 反映平平常常 后来古装戏 吴承恩西游记里边 他同时饰演吴承恩和这个孙悟空 吴承恩那个角色 吴承恩本来是个文系很多 吴承恩这个人很重要 但是对不起 大家的孙悟空这形象 太深入人心了 哪个男孩子心 自己不是孙悟空啊 对吧 是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所以吴承恩呢 显然没演过孙悟空 后来历史题材剧叫什么 北平与什么 战雨河 古装戏 还有一些什么东西 我看他后来那其他的那些戏 就是一个人太辉煌了 在一个角色上太成功了 就相当于贴了个标签 谁都见到一见 谁记他 他姓什么呀 六小灵童 甚至多数人还一见 孙悟空 孙悟空 孙悟空来了 小朋友见他都叫孙悟空 1988年的时候 那是个龙年啊 那是他第一次登上春晚 他和池仲瑞 就是娶了一个最有钱的女人的那个池大哥 颜怀里 还有马德华 就演猪八剧 猪八剧 一起演小品 西游记 那形象是无人心 所以孙悟空到底长什么样 人们根本就不知道 根据吴承恩的描写 每个人心里没有个孙悟空 但是自从六小灵童 演了孙悟空之后 在几乎所有的中国观众的心目当中 孙悟空就是六小灵童 就这样 再说一个说点香港的 港台的咱们的 张曼玉 大美女 是吧 梁朝伟 大腕 说说她们 你现在听见声音没有 我们家邻居正在剁肉呢 海花岛上过年 那大家剁肉包饺子 你不能跟邻居说 我现在我要这个录节目 你现在不能剁肉 我估计啊 这不是包饺子 我估计是剁排骨 剁排骨 那海花岛 我们的邻居是天南海北 哪个人都有啊 主要是北方人 我们东北人在这占了大部分 说张曼玉 2000年张曼玉 梁朝伟出演了花样年华 这片子上映 强烈反响 尤其是很多知识分子 尤其是女观众喜欢看 第二年两个人一块牵手 上了春晚 就唱了一个电影的同名的歌曲 欢迎年华 梁朝伟那时候穿一身白色西装 张曼玉挽着头发 系了跟这个相代 他开口唱 让我很狠的想 让这一切暂停 张曼玉毕竟他不是一个歌唱演员 演的到位 演的100分 唱歌65.2分 一点跑调不几个 但是别人跑调 那你选秀 你上个湖南春晚 你都没戏 但是张曼玉上春晚 跑调这个大家也喜欢听 跑调说明真差 假的他不可能跑啊 调医师不能让你过这个关 四年以后 张曼玉已经被封神了 叫曼神 宣告 吸引 干嘛 谁 很多人都不知道 张曼玉后来就玩摇滚去了 在草莓音乐节上等着台风唱歌 本来就跑调 据说摇滚不怕跑调 我不想停 我继续唱 但是你是什么人 就是什么人 大家给你贴了个标签 比方说你就演你的曼神 不就完了吗 不 他就不就摇滚 摇滚就跟你没什么事 你在穿马上就这么火了一下 张曼玉和我们内地很多演员 不摇滚 很多演员是中戏啊 上戏啊 电视学院毕业 然后呢就演戏 演戏就出了名了 然后就成了大明星 人张曼玉先是选小姐 什么小姐 1983年香港选美小姐 不是这个冠军 是亚军 出道了 然后84年就有人出钱了 然后演了首部的个人的 叫TVB电视剧 画出彩虹 然后就正式进入演艺圈 那好多人喜欢 好多有钱人喜欢的不得了 89年 他人在纽约 然后就获得 叫叫台湾的金马奖的 最佳女主角 90年 又获得 香港的叫什么名 这个就就就就 又是最佳女主角 好叫 获得不得了 92年 他演了软玲 传记片 软玲玲 在这个这个片子里边呢 他演技得到一些拍 如果说港姐 那就个漂亮姐 演技一般 导演 导这么导 那么导 一变面拍 也就那么回事 但是到了1992年 这个人都会进步的 你看他不行 但是给他放到位置上 练练就行了 好多人就是因为 你给他锻炼的机会 他就出来了 92年的时候 他演的传记片 软玲玲 就不得了了 凭借电影 获得42届 柏林电影节影后 28届 台湾金马又获奖 然后一个一个 几大洲的电影奖 获变了 获得很高的知名度 96年又演甜蜜蜜 后来又演什么什么东西 直到所有的一切 我的一个朋友 这张电影导演说 他张曼玉他能上春晚的 他此前所有的那些 获奖几大洲的奖项 他都获了 这些一切都被他 2000年和梁朝伟合作 爱情片 花样年华 深入人心 获得37届 什么奖 什么奖 走进央视舞台 做了铺垫 张曼玉2017年的时候 有人一个劲 宣传他的成就 我看在国内 没什么大的幻想 就是他2007年 吃完美国奥斯卡奖 评委的一票投票权 但是即使你获了那么多的奖 全世界所有的电影的各种奖金都拿变了 但是春晚上你也就是唱了一首歌 跟梁朝伟 而且还跑了一个小调调 现在我们要说说韦为 韦为 好多人说他长得像越南人 我不知道这个念头从哪来的 89年的时候 韦为的一首爱的奉献 现场好多人就哭了 听哭了 春晚的导演最痛苦的一件事 就是观众跟他不搭 没有联合度 观众刚开始都是审视 好看吗 幽默吗 会感动我吗 会笑吗 看电影 看电视 包括看春晚 观众都是一样的 但是观众一旦情绪被调动起来之后呢 他就心里边就接受你了 韦为这首歌 韦为一首爱的奉献 现场观众唱哭了 因为这个东西取自于一个 一个现实之后当中的故事 齐成聂未平 大家知道吧 一边吸着氧气 一边下棋的聂未平 聂未平他和家里边的保姆叫小霞 有这么一个故事 这小霞得了这个身患绝症 身患绝症呢 大家帮助他战胜了病魔 然后呢 这首歌呢 把这个故事被写成了一个歌 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就变成增长 好 这个后来就成了公益的专属歌曲 后来韦为生病 退出了歌坛十年 2022年 刚开年吧 韦为付出录制了冬奥会主题歌 一起向未来 但是春晚上很多人还是希望 韦为再能拿出来 像爱的奉献这样的作品 好些人说他是越南 跟越南有啥关系 人家63年出生在什么地方 内蒙古 内蒙古人管内蒙古叫 内蒙古 内蒙古 呼和浩特氏 是典型的中国内地的歌手 著名的歌唱家 而且呢 他自己作曲 然后自己唱 出道很早 86年 86年CCTV青年歌手大赛 通俗组 二等奖 唰就出来 87年到波兰参加 这个什么音乐节 到那之后就拿奖 而且呢 到波兰 波兰人一见 哇 漂亮 中国的姑娘漂亮 最上镜小姐奖 在中国这个奖 韦为我估计得不上 但是到了波兰人家 得了个最上镜小姐奖 然后呢 12月份 让世界充满录音带 后来传唱的也非常广泛 90年的时候 大家记得韦为演唱 我们亚洲山市高昂着头 我们亚洲 亚运会宣传曲 后来韦为出国了 后来韦为又在国内演出 韦为当评委了 已经是大腕了 现在呢 很多人还怀念韦为 希望在春马上 能够看到韦为亚洲的 那种金曲出现 好了 关于春马那些 值得我们怀念的 消失的艺术家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下期节目 接着跟您聊聊 下期节目